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两个好酒不用的高脚杯 倒了两杯红酒 今天是他跟龚超的结婚纪念日 他们已经度过了七年之痒 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龚超 那就是娘家那片已经确定要拆迁了 娘家是本地土著 在城郊有一个大院子 院子里有两栋自建的二层小楼 林林总总算起来都超过一千平米了 听老爸说 少说能补一套房 外加五百多万的拆迁款 老爸没有儿子 只有他跟姐姐两个女儿 日子也过的是博种之间 所以老爸决定 自己留下一百万和房子养老 其余的给两个女儿平分 也就是说 陈婷能得到两百多万的拆迁款 你说 这净爆消息 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谁能憋得住 他忍了急忍 才憋着没打电话 还是决定等龚超回来 当面告诉他 晚上十点钟的时候 饭菜都凉了 龚超才回来 陈婷嘴觉得都能挂个油瓶子 心里也堵得慌 为了这顿烛光晚餐 他精心准备了一下午 为了能过个二人世界 他还让婆婆把孩子劫走了 结果 人家回来都大半夜了 能不让人生气吗 看陈婷不高兴了 龚超变戏法式的从兜里掏出一个精美的绒布盒子 是一枚硕大的钻戒 一以生辉 原来 龚超是给他准备惊喜去了 龚超狠狠地扎了一下陈婷的腰 在他脸上 蜻蜓点水似的啄了一下 就扯下领带钻进卫生间洗澡去 听到水声哗哗的响 陈婷跑出跑进的收拾餐桌 就在这时候 龚超放在餐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陈婷一看 手机屏幕上显示妈来电 他一向不用龚超的手机接婆婆的电话 可今天 再看一眼时间 十一点了 陈婷想着是不是孩子睡不惯 婆婆打自己电话关机 才打到龚超这里了 于是 顺手就接起了电话 那声妈还没来得及叫出口 电话那边一个嗲声嗲气的声音传来 老公 回去了没啊 陈婷瞬间实话 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 陈婷看了一眼这个妈的手机号码 果然不是婆婆的 在一番聊天记录 尺度露骨道 陈婷一阵恶心 陈婷放下龚超的手机 跌坐在沙发上 他从来没有想过 他跟龚超是从校服到婚纱的校园恋人 相爱相知 一路走来 原以为能白头到老 谁知龚超却不声不响的有了个妈 龚超洗完澡 裹着睡袍出来了 一边擦头发 一边慌乱的找手机 陈婷看着他 然后机械性的把手机递过去 龚超狐疑的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一眼手机 才舒服的来了个葛油糖 惬意的点燃一支烟 打开手机 刷起了小视频 陈婷很想质问他 但想到娘家的拆迁款 他决定先忍下来 那一夜 陈婷的眼泪肆无忌惮的湿透了枕筋 一日 陈婷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像平常一样 一大早就开始为龚超准备早餐和要穿的衣服 五年前 女儿远远出生 那时 婆婆还没有退休 请保姆又不放心 陈婷就只能忍痛 辞掉了蒸蒸日上的工作 回归家庭 做了一名家庭主妇 这五年来 他每天围着老公孩子转 而龚超却一路高歌猛进 升职为项目经理 果然 夫妻之间需要同贫共振 要不然 走得慢的那个 总有一天会被丢下 可是 是陈婷自己停滞不前吗 不是的 是孩子伴住了她前进的脚步 孩子从小体弱 爱生病 整日整夜不睡觉 抱着孩子的是她陈婷 大晚上打车陪送孩子去医院的是她陈婷 风里来雨里去 往返于兴趣班和幼儿园的也是她陈婷 她回归家庭 不也是为了让她安心在职场上打拼吗 她的付出竟然换来了她的背叛 陈婷眼里揉不下沙子 也不想惋惜掉在史上的钱 她要离婚 但也要想办法为她和女儿争得最大利益 所以她才忍辱负重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 心里不动声色地算计着 首先 得找出公超那个妈 机会很快就来了 圆圆的老师要求所有小朋友在班级群里打卡施朗送 但是那天放学后 他们带着孩子去外面吃饭了 还逛了商场 等想起来的时候 离打卡截止时间不到半小时了 圆圆当即就嚎啕大哭起来 恰好陈婷的手机又没电了 公超就把手机递给陈婷 要她赶紧给孩子录视频 录完视频 孩子破提微笑 又提出要喝奶茶 陈婷就让他们父女俩在车上等 自己拿着公超的手机 转身就进了路边的奶茶店 扫码支付后 陈婷迅速划拉出公超妈的电话号码 死死地把它记在脑海里 上次只顾着难受 压根没记住号码 回去后 陈婷悄悄添加那个手机号码为微信好友 谁知对方连验证都没有 直接秒过 翻了一下对方的朋友圈 原来是某男装专卖店的店员 公超曾经带回来过两个那家店的包装袋 陈婷还纳闷呢 公超啥时候学会自己买衣服了 原来那么早就勾搭上了 陈婷装作顾客 光临了那家男装店 公超的那个妈其貌不扬 小腹微微隆起 正在刷着小视频 刻着瓜子 傻笑 顾客进门也没起身动一下 陈婷逛了一圈 冷笑着离开了 准备实施第二步计划 晚上 陈婷哭散着脸 唉声叹气 公超问他怎么了 陈婷愤愤不平地抱怨着 说娘家那边要拆迁了 但是补偿标准除了建筑面积 还要结合户口本上的人数综合测算 结果算下来 邻居家连房子在院子不到三百平米 但是户口本上人多 嫁出去的女儿户口没有迁走 再加上爷爷奶奶足足八口人 补了三百多万 他们两姐妹出嫁后都迫不及待地把户口迁出去了 现在就爸妈两口人 两栋二层小楼只能补一百来万 亏死了 陈婷在那儿生叹气 公超却陷入了沉思 他三代单传 太想要一个儿子了 但是陈婷生了圆圆之后 明确表示不要二胎 他也不敢要求他生 所以他才跟卖衣服的唐慧勾搭上了 他独定唐慧怀的是儿子 唐慧也仗着肚子里的孩子 已经逼宫好几回了 但是他没敢跟陈婷提离婚 他怕事情一旦败露 陈婷起诉到法院 不管是孩子的抚养权 还是财产分配 陈婷都要占大头 他是农村的 为了买现在的这套房子 借遍了亲朋好友 还把父母榨了个干干净净 最后才在老丈人的帮衬下买了这套房子 贷款才刚刚还清 要是离婚的话 这套房子肯定得归陈婷 他可没勇气再一次白手起家 他这个项目经理 说起来好听 但是挣不了多少钱 再加上这几年 陈婷全职在家 还真没攒下什么钱 没有钱和房子 他就没能力给未出生的儿子提供优越的生活 陈婷娘家拆迁的风声 他早就听说了 所以他才瞒得死死的 打算趁拆迁的时候 薅一把老丈人的羊毛再摊牌 好在陈婷人傻缺心眼 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 连自己手机都没有翻过 他给唐慧备注了妈 光明正大通电话 他也没发现 所以他从来也没有警惕过她 龚超沉思了半天 突然一拍大腿 跟陈婷说 走了 咱们办假离婚 你和圆圆把户口签回去 先分钱再说 龚超心里也打了算盘 离婚刚好也给唐慧一个交代 简直两全其美 咋离婚 陈婷头摇得跟波浪股似的 我不理 我现在又没有工作 万一你在外面有个相好的 不要我们娘俩了 那不就变成真分手了吗 陈婷就像吃了秤妥铁了心 说什么也不愿意跟她假离婚 龚超好说歹说 说只要拆迁款一拿到手就复婚 为了打消陈婷的顾虑 龚超还表示 假离婚时 她净身出户 把房子和存款都留给陈婷 见龚超这么有诚意 陈婷就勉为勤男的答应了 走出民政局 龚超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 殷勤的为她拎包打伞 就差海石山盟了 陈婷恶心的不想再多看她一眼 但仍做出一副 被感动的一塌糊涂的样子 危在龚超怀里 韩晴默默的说 老公 等拆迁款到了 咱们先到市里买一套房子 把孩子也转到那边读书 剩下的钱 咱们投资个店 自己当老板 龚超的嘴脸 不由自主地上扬 这傻婆娘真好骗 到时候 房子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至于小店 她用不了半年 就可以把它做成空壳 拆迁事项 喊得轰轰烈烈 但拆迁款遥遥无期 龚超等得花都谢了 为了拿到拆迁款 龚超往老丈人家 跑的频率高了很多 包揽了换煤器 送筒 装水 拎大米 等脏活累活 对陈婷和媛媛 也更上心了 一下班就往家赶 帮老婆做家务 扶导女儿作业 一副模范丈夫 和超级奶爸的模样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 是有限的 在这边用心多了 那边势必就少了 龚超连续半个月 没有去堂会那里了 堂会没有安全感 就开启了夺命连环抠 还放狠话 龚超要是再不出现 他就打胎分手 还要告发他 还发了一张 穿着病号服 躺在医院的照片为证 龚超可舍不得 来之不易的儿子出事 就跟陈婷说 单位要派他到省城 去出差 需要半个月左右 那么久呀 那你回来的时候 别忘了给闺女 买件羽绒服 天冷了 陈婷像一个真正的贤妻良母 一边为龚超收拾行李 一边絮絮叨叨的念叨着 龚超如获大赦 拉着行李箱赶紧出门 赶到唐会那里 陪近了笑脸 彩虹的美人露出笑脸 既然已经在陈婷那里 请好了假 龚超就索性 带唐会出去玩了半个月 又带着礼物 去了趟唐会的山西老家 见了唐会的父母 这才依依不舍地回家 回家时 也没忘给女儿 买了陈婷指定的羽绒服 可是 回家后的龚超 钥匙怎么也插不进锁眼 打陈婷电话 也没人接 他只能耐着性子敲门 门开了 一位敷着面膜 穿着睡衣的女人 狐疑地问他 找谁 龚超懵了 看了看门牌号 没错呀 这是我家呀 你是谁 你怎么在我家里 龚超说着就要往进击 那女人扯着嗓子 喊了声老公 一个光着膀子 穿着大裤头的男人过来 骂了声神经病 砰的一声关上门 屋里有暖气 温暖如春 龚超的心 却像掉进了冰窟窿 陈婷电话 还是无人接听 他来到物业 问物业 为什么他出差不到半个月 家里就一主了 住在他家里的是什么人 物业是新来的 不认识龚超 大大咧咧地说 你是七号楼 九零二的业主吧 你前妻在业主群里说了 你出轨 还有私生子 已经净身出户了 他把房子卖了 带着女儿走了 刚好有人急着入住 就搬过来了 物业说到一半 尴尬地笑了笑 龚超却笑不出来 他脑门上 已经渗出细细的汗珠 顾不得丢脸 他扯着物业的领子 让他把话说清楚 物业也不是省油的灯 快人快语 像倒豆子似的 本来就是嘛 那房子卖了都快三个月了 不知为什么 这个月才搬家 什么 三个月前 那不是他跟陈婷 刚离婚的时候吗 他那么早就开始谋话了 这几个月 都是装的 龚超越想越觉得后怕 他一把抢过物业的手机 拨了陈婷的电话 这回 对方秒接 陈婷 你为什么背着我把房子卖了 你让我住哪里 咱们已经离婚了 我卖自己的房子 需要经过你同意吗 你问我你住哪里 你自己不知道吗 这些天你住哪里 你心里没数吗 哦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我娘家拆迁款 早八百年下来了 我们姐妹俩平分 跟户口在哪里没关系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咱们已经离婚了 陈婷就挂断了电话 留下了嘟嘟的盲音 龚超有气无力地走出小区 在寒风凛冽的大街上 不知何去何从 陈婷在新房子里的另一盏灯下 静静地陪着女儿看绘本 女儿问爸爸呢 他就说 爸爸忙 本来龚超陪女儿也少 女儿渐渐就淡忘了他 至于龚超跟唐慧会怎么样 他一点都不关心 他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把女儿好好带大 这是他和女儿最好的结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